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推出《摩天惊天录》系列作品的白金工作室 在Switch上推出新作品啰 擅长动作游戏的他们 和拥有电影少女IS作品的贵贞和漫画家合作 一起打造出Switch独占游戏《异界锁链》 游戏舞台是设计在近未来的多国级都市方舟 在这个都市里面突然出现从虫洞中跑出来的异生物 奇美拉 也因为这样发生多起对地面造成污染 同时也危害城市居民的事件 而主角就是隶属于特殊部队《灭伦》 该部门就是专门解决突然出现的奇美拉 游戏一开始来个追逐枪战 导致剧情还没有正式开始 就感觉到热血沸腾了起来咯 而特殊部队《灭伦》出战时 会与人类创造出来的生物兵器雷基恩一起出动 雷基恩是透过捕获奇美拉并束缚在装甲中 通过特殊的锁链 将其与作为指挥者的人类进行连接 再通过精神同步便能够控制其行动 不过成为雷基恩的奇美拉 仍然残留着自我意识 如果锁链脱落的话 可能会反过来袭击作为其指挥者的人类 雷基恩共有五种形态 每次战斗都可根据对战的敌人 切换不同形态的雷基恩 剑式雷基恩 近身攻击使用双手的剑进行连续攻击 攻式雷基恩 远距离支援使用发射能量弹的弓进行战斗 兽式雷基恩 高机动力通过快速的动作来玩弄敌人 宛式雷基恩重武装型使用巨大的手臂来进行打击或抓取 俯式雷基恩特殊支援兼具能量破坏与能量立场防御 战斗时玩家和雷基恩可共同对付敌人 或是分开对付不同的敌人 过程中可以使出锁链束缚 将敌人绑住后疯狂攻击 如果战斗中有看到闪光就能使出铜掉 也就是与雷基恩进行更强劲的同步攻击 异界锁链比较特别的是 可以两个人一起共同游戏 透过两个Joycon的分享模式 一个人操控主角 另一个人操控雷基恩 游戏内除了战斗之外 还有案件调查的解谜玩法 在城市中进化污染 不止如此 还可回到特殊部队总部 做战斗训练 买卖道具 更改外观等等 让整个游戏的体验上 不再只是单纯的战斗模式 好啦 简单的介绍到这里啦 如果想要入手动作游戏 可以考虑考虑白金工作室 所出品的《异界锁链》 这款游戏目前只有在Switch发行哦